一秒钟等满城 您好 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啊 我是来秦沟村来考察的律师 我不是坏人吗 你们俩干吗 好 别跑 不要快跑 刘王 从你上高中代表先生讲话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你去食堂打饭 去自习室学习 我都偷偷地跟着你 在我高三最忙的时候 只要一听到有你的活动 我就跑去看你 刘王 我是农村来的学生 可是老师说我成绩不错 说我能考上大学 可就是因为你 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分了线 高考实力 我 我那时候都不认识你 你考不上大学怎么能怪我呢 因为你 因为你我没考上大学 我失去的最重要的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是 我条件是不行 我条件差 我配不上你瞭望 我农村来的 怎么了 我为了你我去南方打工 你知道我在南方打工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吗 我什么工作都做过 既然到今天不容易就应该好好珍惜 而不是行差踏错 你得合法经营啊 我亏你说得出口这句话 我电渡场刚有点起色我就回来找你 我心里想着好 我现在终于有能力了 我可以站在你面前让你多看我一眼 可是你呢 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机会全毁在你手里了 你说我该不该恨你 是 马总 念在你是我的同学 你是我的学长 我跟你多说几句 如果把任何的错误去归咎于别人身上 能让你舒服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如果我不从自身上找问题的话 你永远不会成功 永远也不会强大 你刚才跟我讲上学时候发生的事 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认为我是亏欠你的 我怎么弥补你 补偿你 你跟我说我愿意做 可是你现在把我堵在这儿 你是要干吗呢 你要一错再错吗 你误 误会我了 我不 我只是想告诉你 廖王 就算你这么对我 我什么都没了 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 我电动场没了 是没了 可我现在还有钱 廖王 我可以马上东山再起 廖王 你答应我 跟我在一起 你是律师 你可以成为我世纪上最好的帮手 马总 你现在呢不太冷静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谈 我现在很冷静 廖王 你别走 你告诉我 我哪儿不好 我改不行吗 你告诉我 你喜欢我哪儿 我改不行吗 我哪儿都喜欢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这辈子就没遗憾了 救命啊 放开他 你让我给我站住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乱转呢 我上个厕所还有组团啊 我哪儿知道他为什么忽然之间疯了 你等我 行吗 行吗 你等我 站住 行 杨博哥 你走走走 怎么 走 什么情况 马克 行行行行 别说了 这一看就知道什么情况 你们俩走 你走 你走 赶紧 你小心点 赶紧的 你干吗呢 你也走 你身为一个节目主持人 你脸不能受伤 走 你看看啊 这钱国村真是好山好水的 怪不得李恒居 对这里心心念念 风景这么美 但这里的村民却有点 一言难尽啊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还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要不是我认识马克 我还以为是你 精心策划好了 你相不相信心有灵犀 我真的会觉得 你可能会出事 所以我就赶过来看看你 你那一天呢 录节目的时候 心情移植都不是很好 后来一句话也不说 就这么走了 且不说咱俩是拍的 我很清楚 你的做事风格 一直都是非常严谨的 我只是觉得你这样肯定是 事出有因 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我说的 你那天跟我讲了很多话 我特别感谢你心灵我 感谢你对我坦诚相待 杨光这些事 是你之前已经遇到的 已经发生的 你去面对就好了 我也愿意和你一起面对 但是我的事 他 他真的发生热 他还有很多的未知 对不起 给我点时间好吧 抱 抱 抱 好 丁总 丁总 你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 我 我没事 我没事 跟他们打架打输了 什么打输了 你别看我装成这样子 你得看看他们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个都在发出所呆着呢 这光天化日的 他们既然敢这样 还不得关个十天八天呢 那个会开完 你们不着急回去 你们干点这点 会开完 那我要跟他们会合了 会合 不用不用不用 杨光你照顾一下李总啊 好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没事 你们去 会合 你要能找得到会合 我随便 我到这儿看了半天了 都快急死了 你说这风这么大 天气那么冷的 你也不赶快 取个暖什么的 让人着急 你如果不出现的话 可能已经取暖了 怪我了 不不不是 哥对不起啊 让你伤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什么话都别说 好 该约的人 我们约到 该打的架 我们打完了 剩下来这两天 你自己的假期要怎么过 你自己是吧 你想好吗 我应该怎么过 你应该 你 你当然应该 哦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陈律师说 他要跟几个律师密谈 结果谈完之后 他们就走了 把我扔在这儿了 估计他们是知道 我这个专职司机来了 那怎么着应该跟我说一声吗 不应该把我自己扔在这儿吧 这应该就是李恒基安排的 现在没辙了 只能上我的车了 走吧 李恒基都让人打成那样了 还有心思安排呢 李恒基 喂 上班 你的事情呢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剩下的看你自己了 你到底对我的车做了什么 明天小钱会开辆车给你 然后把你的车呢 送到CS店去 也挺好了 挺好了 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都在后备箱里 无聊了你的车 我们的车 修不好的 我们的车 那怎么办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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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儿了 我想的 我脑子坏了 幼稚 精神病 抽风了我 好吧 既然 那么精心的准备 那我就配合你吧 你还挺开心 我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 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是喜欢比较幼稚一点的我 没错 确实是我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阳光 谢谢你啊 谢我干吗 不管是从天而降来救我 还是 昨天在台里帮我解决了问题 能解决的都不算麻烦 真正的麻烦是你解决不了的 其实啊 我还真的没有 这样不负责任过 你知道吗 其实 你昨天就这么走了 我还挺开心的 你开心什么 这说明你很信任我 你平时做事情那么认真 那么严谨 这一次 这么随性地就跑掉了 这说明起码 在你内心深处 你觉得 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都是你身后的依靠 你相信我 我走了之后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继续录节目的 我跟雷辉说现在物业公司要报警 彻查到底是谁从中做鬼 那么他就害怕了 自己就招了 当时就跟我承认 是他非常不满意自己父母的做法 所以呢 才趁飞飞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换了钥匙 你说啊 这个雷辉 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养大 辛辛苦苦给他买了套房 他可倒好 他去换钥匙 跟他父母作对 让他父母又浪费了时间 又浪费了精力 还浪费了钱 你说这种儿子真是白养 现在雷辉 已经跟他父母坦白了一切 让他的父母赔钱给刘家 把刘家恢复成原样 物业公司不想这件事情 再继续发酵下去了 所以也不再追查 而菲菲又怕在行业做不下去了 难得老东家又愿意收留他 现在感激不尽 总而言之就是 所有的事情现在和平解决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看你好看 看你好看 你第一次说我好看 喝差不多了吧 酒精可以燃烧一个人的理智 那我现在就要问一句 我早就想问的话 你问 今晚怎么睡啊 帐篷睡袋反正也搭好了 这个帐篷可以睡一至两个人 那就是要一起睡了 现在其实有四个选择 第一就是你睡帐篷我睡车里 第二就是你睡车里我睡帐篷 第三个就是咱俩一块睡车里 第四个就是咱俩一块睡帐篷 你赢了 你进来为什么拿手花呀 本来就这么急啊 对呀 我拿手花干吗呀 怎么睡啊 怎么睡啊 就这样睡了 你冷不冷 那我把手给你 好点没 好 我可以睡了 好像有点睡不着哎 你害怕呀 是啊 这荒角夜灵的 这荒角夜灵的 那这样呢 这样好点没 我妈吃饼 我妈吃饼 爸爸 汪汪 你还好吗 好好好好好 你们这是在哪儿呢 怎么这么黑呀 我在外面野餐聚会呢 你看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你喝酒了吧 跟谁啊 跟我爸打个招呼 伯父好啊 伯父啊 是这样子 我给你解释一下 那个我们的车坏了 但是现在所准备的东西 应该够今天晚上 在这里对付一下 不错不错 准备得很充分嘛 好 难道你不担心我吗 这样就把我卖了 挺好的 挺好的 阳光啊 万万跟你在一起 我放心 好 伯父 你竟然放心 天哪 我妈妈呢 几点了 早睡了 怎么睡了呢 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 我妈妈 难道不给我打电话 也不给我发短信 她不担心我吗 你都这么大了 阳光又陪着你 行了 行了 我们谁都不担心 你这样 你把镜头摇给她 我看看 摇什么摇啊 我现在在书房呢 你妈妈早都睡了 惯了吧 惯了吧 我这手机要没电了 什么 什么 对不起 我们今天晚上得回去了 要不然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好 好 好 我去吧 我实在是开不进去了 这个地方是出了没能乱停车 经常把车给堵死了 咱们这个开出租车的 最不喜欢来这儿了 这样 师傅 我给您一百块钱 你打着表在这儿等我一下好吗 好的 行 我等任您啊 谢谢啊 我提醒您一下 这个地方啊 经常乱丢垃圾 你走路的时候啊 小心点脚下 好 行 谢谢啊 没事 来 再喝点水 我受不了了 你们快拿根绳子勒死我算了 我不想活了 嫂子 你别这么说 也许你的身体不适应这个药 没事的 这爹死了死了 行了 行了 嫂子难受你就让她 让她说吧 来 喝口水 谁呀 谁呀 凌复 凌复 汪汪 您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你顾伯母啊身体不好 你顾伯伯忙不过来 我给他帮忙忙 马上就回去 现在就回去 汪汪 你听我解释 我 请你把门先关上 汪汪 你听我说呀 回家再说吧 汪汪 喂 哥 我回家了啊 我妈 她叫你明天 回来看看姥姥 然后 是必须回来啊 姑姑让我明天 必须回去啊 嗯 我也没见我妈 态度这么强硬过 行啊 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好久没有回去了 你等一下 他们叫你回来 可能是说廖旺姐的事 嗯 我知道 那你早休息啊 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我说的 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我说的 你那天跟我讲了很多话 我特别感谢你信任我 感谢你对我坦诚相待 杨光这些事 是你之前已经遇到的 已经发生的 你去面对就好了 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去面对 但是我的事 它正在发生着 它还有很多的未知 对不起 关火 你过来 小海秋 你也过来 汪汪 你怎么和你妈一起回来了 你不是跟阳光出去了吗 你说我妈睡着了 也不知道她睡在哪儿 我不放心她 我就把她拉回家喽 汪汪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爸 咱家是不是遇到什么 经济上的困难了 咱 咱们家遇上什么经济困难了 咱们家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是钱也不缺花呀 那如果没遇上经济上的困难 那为什么我妈 白天晚上给人当护工啊 什么护工啊 我是给老同事帮帮忙 老同事 这老顾就你一个同事啊 人那么多同事 怎么不去帮忙呢 我妈 我妈 那你什么意思呢 那你意思是说 昨天让我吃饭 我没回家 我没跟你去吃 你是在警告我吗 我警告你什么 那你希望是昨天警告我 我今天就应该收敛在家待着 可你听说晚上竟然没回来 你就主动找上门来 让我难堪是吗 林峰 过机了啊 孩子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我过机吗 廖汉秋 今天的事 你是不是跟汪汪说了 你充当什么角色 我充当什么角色了 我一直在替你瞒着 你瞒着吗 你瞒着汪汪 怎么会找我去呢 你瞒着 妈妈 这件事情爸爸一直都在瞒着 他什么都没说 他一直都在护着你 你为什么今天回来之后 你还在质问我爸呢 你教教我 我应该怎么跟你说 整整十年 我要是能说 我何必这么辛苦地 委屈自己啊 你在这个家里面很委屈吗 我爸爸是动着你了 还是饿着你了 我爸爸什么都护着你 连厨房都没让你进过 你怎么委屈了 你今天做了这样的事 我爸不委屈啊 好啊 汪汪 那你问问你爸爸 他有资格说委屈吗 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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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委屈 汪汪 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离婚了 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我们从事从事都找到 我们怎么回事 做事都想在哪里 好啊 你是不是想问 我不是跟廖旺去野外了吗 为什么会那么早回来 是吧 是啊 看来李航基精心设计的 并不适合你啊 简单粗暴也得因人而异 你没他那么臭不药的眼 这个方法不能说不好 只是因为对象不是你 廖旺拒绝你了 他要是非常坚决地拒绝我 就好了 那你一大早在车口等我 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出点主意 什么在恋爱方面咨询的 给你点建议啊 真不是 昨天你被台长约谈了 是不是我的节目又被特批了 对 是被特别批评了 张副台长说啊 好好说话这个节目已经完全地变味儿了 现在变成了一档猎奇挖人隐私为主的 这么一档节目 还有很多人借着这个平台去炒作自己 演变成一场闹剧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他说的这好像是爱的魔力吧 对 你猜对了 不过也是在提醒我们 之前台里安排的这两档节目是不一样的 可是现在做越做越同志了 最心意气爱的魔力 赵丽做的也是 什么家庭纠纷的一个话题 他这是呛行 也不能这么说吧 爱这个词啊很广义 既有男女之情也有亲人之爱啊 那现在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整改是吧 好好说话一定是一档非常清新的名声的栏目 解决老百姓因为沟通普畅而引起的误会 回归到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旨上来 重点呢放在社群还有名声的案子上 指示明确 表示赞同 可不单单是指示啊 后面的案子都有了 市里已经给我们台里布置了一个 关于社区调解的案子 我让丁宁已经去对接了 那好 行 那你也准备一下吧 龙海小区 这么巧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 都闹了那么久了 物业局委会不作为的嘛 物业也是解决了很长时间 没办法了 人业主集体要求换物业公司 男局委会呢 也是 调解了很长时间 新闻节目还专门报道过呢 都没用 这不越闹越大 然后就闹到咱这儿来了吗 我自己想想吧 我自己想想吧 好嘞 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公事 你看看 这个案子我做不了 我们律所和你们电台有规定 是可以推荐其他的律师来 做这个节目的 我帮你推荐一个更专业的律师好吗 是做不了还是不想做 做不了 也不想做 上次你看到了 我根本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我不适合做电视节目 我冒昧地猜测一下 是不是你家里 你父母那边出了点什么问题啊 我父母没有问题 家里也没有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碗案子你找别人吧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艾米 我的重要客户山峰塑叶 参与优品集团的内部招标文件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泄露出去的 优品集团 突然收到了大海塑料制品厂的 产品介绍书 同类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山峰塑叶 让优品集团对我们客户的报价 产生严重的质疑 山峰塑叶可能会面临 招标失败的严重后果 你懂吗 陈律师 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我甚至 都没见过招标文件 我还没说完呢你 干吗呢 廖律师 没事吧 没事 这 这是我老同学 要不要报警 不用报警 没事 这没事吧 这没事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干吗呢 你怎么会没有见过 我不是 给过你一堆资料 那个里面夹着呢吗 文件是我不小心泄露的 跟艾米没关系 那天他不舒服回去 文件就放在桌子上 我拿错了 我想第二天拿回来就好闹 剩下的事你也知道了 剩下是我和陈律师之间的事了 你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廖王 既然这个事 你承认是你的责任 那我就要跟关主任汇报一下了 如果我的客户 因此产生了重大的损失 那这个里面追究其这个责任 你要追究我一个人就好了 无论是律所还是关主任 给我什么样的惩罚结果 我都欣然接受 你还有事吗 没事 我先走了 你站住 廖王 你现在怎么这么傲慢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追究你的责任 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你以为这个事就这么容易啊 不行 我得给关主任打电话 不行 我得给关主任打电话 我得把这事汇报一下 要不然 我这关事律所就完蛋了 你什么意思啊 您不打电话吗 你打你现在就打 你就让关主任知道一下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客户 这么重要的文件 你交给一个实习律师 在你眼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能力的实习律师 你让他来做 为什么不是你做啊 你打呀 我 我这是为了培养新人 你懂吗 这也是关主任特别交代的工作 培养新人 你培养什么新人啊 我也好 艾米也好 我们当你的实习律师 我们学会了什么 泡各种咖啡 订外卖 还有你各种生活琐事 你还交给我们 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廖王 你这么说就太没有良心了吧 我如果不培养你 你能有今天吗 你现在翻脸不认账了是吧 从我转正了之后 我帮你打了多少杂 你心里很清楚 我牺牲自己多少时间 你也很清楚 如果你认为在实习期间 你交给我 打砸 泡咖啡 这些对我有恩的话 好 我还完了 我知道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你觉得你的位置岌岌可危 随时都会有人对你产生威胁 但我想告诉你 律师行业 律证家人比比皆是 你打压我一个人 并不提升你自己 我打压你 我有必要打压你吗 廖王 你敢这么说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不是我胆子大 是你胆子大 山峰树叶这么重要的案件 你竟然是玩忽职守 不负责任 甩锅给你的下属 如果让客户知道了 他只会唾弃你 从警往后客户也好 实习律师也好 所有人都会离你远远的 你 你真凶 我必须要跟管主任说 这个律所我没法担 我没法干了 你要想告状 赶紧就告状吧 我随时等着你给我的 处置结果 回来 妈 我现在就回来 你要出门啊 也不太急 你也有事 你先说事 这个案子 你可不可以跟关青年说一下 让他给我换一个律师过来 就是因为你跟廖旺闹矛盾 所以这个节目合作不下去了 阳光 你应该是一个 可以把个人的情感 和工作分开的人 这次的原因不在我 在廖旺 那天他在节目现场 突然情绪失控 也的确是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找出来 他为什么情绪失控啊 我现在猜到了一点 如果证实我的想法没错的话 那这个案子继续进行下去 他的情绪只会更加崩溃 如果我们换掉廖旺 你能接受其他的律师吗 既然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要转型成为一个 立足于社群 关注民生的节目 那这个案子 就是最好的契机和转折点 但是之后我们会遇到 很多的法律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律顾问 而这个法律顾问 一定要拥有高度的专业和理性 如果廖旺做不来的话 我坚持换人 你能这么说我真是太欣慰了 我终于看到你从一个小男孩 长大成人了 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 好像有占我便宜的嫌疑呢 你不是要出门吗 对对对 医疗都给忘了 你是长大成人了 那边还有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呢 你受契机吗 这简直是想赶紧 已经公开了 咱们三个肯定不会像过去一样生活了 今天让你回来开个家庭会议 是想讨论一下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你们两个人 就不想从头到尾地 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奇葩的家庭 过成了这样了 比这奇葩的在于 其实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告诉你 父母感情破裂了 离婚了 可是我们没有选择这样做 你应该明白是为什么 爸爸 爸爸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难道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是因为我 汪汪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汪汪 汪汪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而且又是专业的律师 懂得比我们多 既然选择了公开一切 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呀 好 好 好 那我来听一听 我要承担什么结果 当初我和你妈妈离婚的时候 有个约定 两套房子 一人一套 谁获得了你的抚养权 谁就拿大房子 将来和你生活在一起 当时 当时你外头有人 所以我的抚养权归我妈 后来你回来了 后来你回来了 我妈出去了 所以现在 我的抚养权 要重新审核一下是吗 汪汪 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将来肯定是要跟我们其中的一个生活的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他将跟你一起住大房子 这个房子地段好价值高 又是学区房 将来对你的孩子都有好处的 妈妈 其实今天叫你回来 就是想让你在爸爸妈妈之间 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你们俩真的是棒极了 我多大了 我是小孩吗 我是小孩吗 我还要重新去选择父母离婚了 我应该跟谁 蘑果 vio 拜再 我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等一下 绝着ak 我真的 wel cn 出浪不是能早一点见到你 我现在只想守着汪汪 看着她结婚 给她带孩子 你现在是充满了变数 论理 你应该搬出这个家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守着汪汪过 难道汪汪不是我生的吗 汪汪也是我的孩子 我跟你说了 这几天顾嫂的情况不太好 我可能晚点回来 你答应过我 要在汪汪面前替我周全的 昨天的事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为了给你打掩护 家门都不敢出 生怕孩子回来 我还故意什么我故意 你真以为汪汪相信你 跳广场舞去了 你现在变成好人了 难道你忘了吗 当年你要死要活 跟那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怎么帮你的 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 你现在下家都有了 你还要来跟我抢望望 抢房子吗 我跟你抢什么房子 这房子是望望的 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还有 当年你没走 你现在后悔了 是吗 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不可能 我都能回来 帮忙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我一直以为 你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父母 我真是没想到 你们竟然让我看到 你们这么丑陋的一面啊 从你昨天把妈妈带回家 你粉色城堡就被你切手祭碎了 爸爸 从小到大你一直教育我 做人基本的道理 为人的底线 我真没想到 你今天把人生最重要的一刻 是人性的丑陋 用这样的方式言传身教给了我 爸爸在最后言传身教你一次 也许从今往后 你打心眼里鄙视你的父母 爱情是浪漫的 婚姻是很复杂的东西 等你有了自己的婚姻 你会尝到其中的酸甜苦辣